股票在什么位置买入就可以做到买入就上涨 原来蜡烛里藏着这样的秘密 在这种关键的位置买入就会上涨 学会此方法,简单又赚钱 大家好,我是Cherr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专题课程 在股市交易中学会去找一个个股关键位置的买点 是每一个投资者必备的技能 那么如何找到关键位置的绝佳买点呢 今天我们通过神奇的蜡烛K线图 给大家分享一套一买就涨的模型 告诉你在这种关键位置买入就大涨的秘密 如果是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单根K线的突破买入模型 关于两根K线和多根K线组合的实战应用 会在后续的专题中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在课程开始之前建议大家先点赞订阅和转发 好,那我们课程正式开始 在股市里面所有的利润来自于突破 所以看透突破背后的逻辑 我们就能够持续的稳定的在股市里去获利 那突破的类型呢 在前面给大家分享了形态的突破 均线的突破 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学习K线的突破 在后面呢 我们还会再学成交量的突破 还有一些指标的突破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蜡烛图 蜡烛就是candle stick 所以又叫做K线 K线就是candle stick是一回事 那么这个呢股票是PLTR 是美国的一个股票 大家会发现这一种位置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关键位置的蜡烛突破 单钉K线突破 但是这种突破呢 一定要求伴随着大资金的流进 因为股票的上涨 它是一定需要资金推动的 在前面这些小阴小羊呀 或者是一直是阴线的蜡烛出现之后 那出现一根不同颜色的大大的蜡烛 把这个小平台突破了 同时伴随着大资金持续流进 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进场点 大家可以发现 你在这边买进仅仅是四天的时间 我们的利润是50.87% 所以这种位置做完之后呢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像这种大的阳线 它一半的位置 一半的位置 因为任何再强的股票 它不会天天涨的 不会天天涨 那如果涨完一段之后 它肯定会有调 但是在整个调的过程中 如果这根大阳线一半的位置 收盘价没有跌穿 我们就可以在这等着 一旦又收阳线 红柱再一次增加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上测的机会 但是一旦把前面这根蜡烛 前面这根蜡烛 前面这根蜡烛 把它的最低价跌破了 这就是我们要离场的位置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首先呢 我们来学一下蜡烛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这个是它的来源 它是来自于18世纪 日本德川幕府的年代 最开始呢 是用在米市里面 后面呢 被引入到股市和期货市场 是专门研究K线的形状 还有组合是属于微观趋势的分析 所以我们做短线的朋友啊 应该会特别喜欢 你只要把蜡烛研究透 把庄家操盘的流程研究透 把庄家更好 那么你买在相当低的位置 卖在相当高的位置 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赚几大钱 完全是有可能的 就像今天好多朋友分享的 去做那个Wall Street Bets WSB的那几个概念股 去做那个GameStop 还有呢AMC 还有呢BB 还有呢诺基亚 去做这些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 因为他们太活跃了 换手率太大了 可能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拿到几百甚至上千美金 几千甚至上万美金 就看我们资金量的一个大小 所以只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你掌握了这种技能 你分分钟就能够赚到钱 这个呢是股价移动的规律 就是任何一个市场 任何一个个股 它都跑不出股价移动的这么一个规律 持续整理 整理完之后呢会保持平衡 然后呢再到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 再去寻找新的平衡 再把新的平衡给打破 再去找新的平衡 再打破 再去找平衡 再打破 这个是iFast iFast 也是我的好多的客户 都是翻倍的几百%的去上账啊 大家看一下 去年七毛钱启动 大资金开始进场 庄家进来了吗 红柱进来 大资金建仓 然后七毛钱八毛钱开始拉动 到现在五块半 已经有八百个%了 即使我们在任何一次突破位置 突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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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买 最近这一次 红柱上传 紫线紫线 转头向上 大阳线 突破这个平台的位置 我们去买进 它是在三块钱左右 到现在五块半 是不是也要翻倍了 所以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我们学东西 为什么要学呀 就是因为 节省我们的时间 节省我们的精力 能够把时间成本 把市场的成本 把我们的资本 最大利用化 这才是我们用软件 学知识的一个初衷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蜡烛是怎么样 画出来的 今天上午和下午呢 有两位投资者朋友 来我的office这边 去了解咨询 我们发现 做股票做了几十年了 在股市从来没有赚过大钱 为什么呢 因为连这种最基本的 蜡烛的画法 不会 为什么呢 没有人去教他 没有人跟他讲 所以他不懂 这个是DBS 就今天DBS跌成这样 今天上午来的那个朋友 他差不多是十一点半到的 他上午还去买 而且买的位置 还是在二十五块七 差不多就是盘成的 最高价去买的 那买完之后 结果十一点多过来一看 跌成这样子了 二十五块四 二十五块四 就差不多已经跌了 一块三了 你买十张 你就已经亏了一千三了 明白什么概念吗 所以呢 就是无知的代价 如果你觉得你报一个课 你用一个软件 你觉得学费很贵 费用很贵 那你尝尝无知的代价 多少人倾家荡产 就是这个是K线的一个画法 那我们发现 DBS盘中呢 开盘之后稍微回来一点 然后接着突破 但是很快的又帮帮帮帮跌 在四点多跌到了最低点 开始有一个反弹 然后最终五点 在这个位置收盘了 这个是DBS今天的一个走势 那么通过这个图 我怎么样画它的蜡烛呢 就是这样子的 盘中的最高价 就是这个位置 开盘一会儿就到了 盘中的最低价 就在这里 今天下午四点多 盘中的开盘价 就是刚刚开市的这个价钱 那币市价 就是在币市后的这个价钱 所以当天是下跌的 它就是一个阴线 叫做红色的蜡烛 那这个呢 是iFast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个股 在这个股票上面 也是赚了很多钱 你看这个是怎么走的呢 开盘之后 就开始一路拉升 仅仅是用了一个多小时 涨了10% 也就是说 你开盘就买进去 大概在5块1左右 它涨到了5块5 5块5毛多 10% 然后呢 开始有一个震荡调整 但是回踩到黄线 黄线是代表的 平均的价格线 这个白线呢 是代表的 它的一个分时图的 日常的这么一个波动 全天的一个波动 所以我们会发现 白线回踩到蓝线 受支撑起来了 回踩到黄线 白线回踩到黄线 受支撑起 回踩到黄线 受支撑起 然后最终 必是在这里收盘了 那么它的一个蜡烛 是什么样的呢 是绿色的 绿色代表上涨 所以开盘价 也就是今天的最低价 开盘就涨 基本上在最高价 收盘 稍微回了一点点 相当强势的 一根蜡烛 这个就是K线的画法 那么它的表示方法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表示方法 它有影线 有实体 就是一天里面的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用这根蜡烛表示出来 最高价上影线 最低价下影线 绿色是阳线 红色是阴线 红色是阴线 它的一个含义呢 就要看我们使用的 一个周期 如果是红利的会员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22年的教学里面 给大家灌输的 一直是 看大做强 看大趋势赚大钱 做强势股 做龙头股 赚大钱 因为这些是庄家 最容易做的 最青睐的 最喜欢的 那么这个K线呢 如果我们看的是日线图 也就是一天里面的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画出来的 如果是看的周线图呢 就是这一个星期里面的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表示出来 如果我们看的是月线图 那就是这一个月里面的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来表示这么一根蜡烛 所以这个呢 就是蜡烛的一个含义 蜡烛的实体越大 就表明趋势越强 就像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DBS 也是蛮大的一个阴线啊 可能还会没有完 然后IFAS的很大的一个阳线啊 就表明上强的 上弓的这种 看多的力量非常的强 那么这个影线呢 就是代表转折 如果是在高位 长上影线 往下转折的概率非常的大 如果是在低位 很长的下影线 下影线多过实体的两倍和三倍 那么往上转折的概率就会很大 实质星呢 就说明多方和空方是平衡状态 暂时是平衡的 就没有太大的分析意义 那么K线的种类呢 总体来讲有这么六种 第一种呢 是没有影线的 没有上影线的 就是没有头的 我们叫做秃头 秃头阳线 秃头阴线 第二种呢 是没有下影线的 叫做光角 光角阳线 光角阴线 第三种 就是代表上涨和下跌的最强级别 光头光角的阳线 光头光角的阴线 这个阳线就是开盘就开始涨 在最高价收盘 那阴线呢 就是开盘就开始跌 在最低价收盘 光头光角 第四种呢 就是实质星 实质星呢 是代表开盘加收盘加 价钱是完全一样的 开盘 然后盘中波动了一圈 最后又回到原点 就说明多方和空方 买方和卖方打了一整天 没有打出个胜负 打了一个平手 这个T字形呢 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形态了 在低点出现这种长下影线 代表往上转值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如果配合的资金流进 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布局进场啊 如果是这种倒 T字形 就是代表到盘中涨到很高的位置 但是收盘又回来了 说明很多人不看好 或者是多方的力量比较弱 它不足以支撑股价 继续上张 像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出现在高位 那你就要警惕了 该减长的减长 该出局的出局 后面等调整回来再看 第六种呢 就是一字形 没动 一天里面的开盘收盘 最高最低 都是平的 所以像很多市场呢 有些个股呢 不是很活跃 就是属于这种状态 它一天下来就不怎么波动的 没有人去买 也没有人去卖 它的成交量很小 这个就是蜡烛的种类 那好我们看一下 蜡烛分析的三要素 就是学任何东西呢 你要学它的精髓 抓它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蜡烛三要素里面 最重要的第一点 是看它的颜色 颜色呢 青色叫阳线 红色叫阴线 它反映的是总体的趋势 如果是大部分是青色的蜡烛 肯定是以上仗为主的 单天的下跌不要紧 如果大部分都是红色蜡烛 那肯定趋势是往下的 虽然有单天的上仗 也不要着急盲目去冒风险 第二个呢 是看它的实体大小 它是反映着买卖双方力量的 一个博弈 就是说上涨或下跌的一个动能 然后第三点 看它的影线 影线是代表的一个反转 反转 这个是三要素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个股 看一下个股 如果大家手里有什么股票 不明白 不清楚的 也可以大家发送到 9646 9682 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 好这个呢 就是先给大家做两个 就是 就是叫什么 叫bonus 就是 有两个很好的课程呢 给大家去分享啊 华人新年之前最佳的布局策略 今天是星期五嘛 明天星期六 明天十点半到十二点 是英文课 是我给大家讲的啊 因为有些客户讲是华语 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好了 明天十点半到十二点 你可以放心的去听 我会用英文去给大家进行讲解 华人新年前最佳的布局 包括整个一月份 二月份 我们的一个行情操作 市场里面关键点 关键转折点的一个秘密 一 一月 为什么最近起不动呢 就是因为一月二十号 是一个变盘点 所以从一月二十号往后 股市就没有大涨了 二月份的第一个变盘点 是在二月三号 二月份的第二个 第二个变盘点是在二月十八号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股市变盘日历的 那你也可以联系蔡瑞老师 9646 9682来免费的预定 这些都是给大家的一些学习资料 因为知识是无价的 但是这些呢 我们有成本 但是给大家去去参考去学习 就是在2017年开始 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 我们每年的上一年的年尾 也就会把整个这一年的股市的变盘点 全部都标示出来 给大家去参考 那根据过去四年的back testing 它是90%以上的准确率 所以在2021年 如果你担心股市有大的变动 赶紧先把这个变盘日历拿到 然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每个月份 它的变盘点在哪里 在这个日期附近 你就重点要去关注 这个是星期六上午的英文课 那么在星期天下午呢 两点到四点是华文课 今年是牛年 2021年 同时呢 又是牛市 所以在弯腰减钱的行情 我们的利润怎么样去翻滚 好多人都是在翻倍的翻倍的赚 如果你还是觉得 你赚了十几个% 几个%你就满意了 那你的要求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在星期天两点到四点 美股牛年获利机会展望 散户最值得学习的获利模型 以及呢 翻倍利润 十年两百倍 你怎么样去做到 怎么样去跟装 以及全球股市的机会和风险 今天呢 还有朋友打电话过来 问泰国的股市 日本的股市 这些都可以 因为刚才是准备直播 还没有来得及回复 一会儿完了 我会给大家去做 去回复 所以所有的关于这些呢 星期天的课程 同样的 你发送你的名字到 9646 9682 那么在上课之前 查理老师会给你发送 入目课程的ID和密码 不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有手机 有电脑能上网 那你把入目打开 然后输进去ID和密码 就可以去看了 好 这个来我们 今天要重点掌握的一种 就是这种单根K线 关键位置 伴随着大资金流进去突破 这个呢 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买进点 很好的一个买点 出现在第一位 因为前面横摆震荡 下跌 然后小阴小阳 就是代表着市场 多方和空方 没有分出来胜负 是平衡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就把这种平衡状态 彻底打破了 就意味着卖方的力量 已经衰竭了 大资金在流进 底部信号出现 那你赶紧去买 连续三天 转钱 对吧 这个是结底K线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同样的 在前期呢 多方和空方 处于一种胶着状态 就是没有分出来胜负 大赞300回合 还是一个平手 但是这根K线 就意味着这种平衡状态 被彻底打破 同时 红柱增加 红柱上传指线 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进场点 加场点 或者是买点 你看在这个位置 1月13号到1月26号 一共是9个交易日 那我们的利润呢 是624个% 624个% 这个就是结底K线 结底大阳线 与之对应的 就是在高位 如果一个股票 上上一段时间之后 那一根大的红色的蜡烛 阴线跌破了 前一根蜡烛的最低价 也就意味着 这种上涨趋势的 转折 它的一个终结 一种新的趋势的开始 所以在这种位置 就不要等了 这个是Semco Maria 在前面的两节课里面 都有朋友问到这个股票 所以我们在学习 前面的这两种突破的时候 都有给大家去进行讲解 那么通过蜡烛呢 也可以看到 大阴线跌破 实体跌破 同时伴随着 红柱跌破 紫线 大资金开始往外跑 所以这种位置 我们就可以套利了 前面赚到就可以套利了 其实给大家 再教一个很实用的 一个短线的方法啊 如果是这个股票特别活跃 成交量特别大 换手率特别大 它是天天创新高的 那你可以追进去做短线 可以去做 没问题 那什么时候卖呢 只要股价跌破前一天 蜡烛的最低价 就是卖的 卖的时候 也可以你把你买进的这个价 买进的这一天的 这个蜡烛的最低价 作为一个子损价 一旦跌破就要买入了 就要卖掉了 一旦跌破就要卖掉了 那如果是没有跌破 一直创新高 那你就可以一直收的 就可以一直涨的 像一旦跌破了 前一天蜡烛的最低价 这就是一个妥妥的卖点 同时配合的打资金 往外跑 就赶紧卖 卖完之后 后面再跌 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什么时候 等到同样的 结底大阳线 再出现 资金开始 红柱上穿紫线 紫线拐头向上 大资金再次流进 就是我们下一个经常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神奇蜡烛的买卖模型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在后期呢 还会给大家把其他的突破 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么今天的这个方法呢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神奇的蜡烛突破买入模型 首先呢 我们通过K线的来源 画法 种类 这些基本知识 告诉大家结底 大阳线 关键位置的突破 它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买入方法 然后呢 我们配合着装甲操盘的流程 大资金的流入 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最终的核心呢 就是这种关键位置 由大资金流进的阳线突破 就是我们单根K线突破的一个 经典买入模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这个栏目呢 是每个星期一 星期三和星期五的八点 准时给大家去播出 在下个星期一是2月1号 2月1号呢 我们公司有活动 所以呢 2月1号我们就暂停 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安排 所以在2月3号 我们来学习关键位置成交量的突破 关键位置成交量的突破 这个是在2月3号 同时呢 2月3号是一个变盘点 再次强调一下 2月3号是变盘点 如果你想要这个变盘日历 同样可以联系 96469682 找蔡瑞老师去预定 如果大家有个股需要诊断 或者是想了解我们红利软件的配套 想预约线上或者是线下一对一的学习 都可以WhatsApp到96469682 蔡瑞老师会尽快去给大家去安排 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持续的去关注 订阅 转发 分享 点赞和留言 把握市场热点 东西主力动向 更多操盘干货 等你来掌握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祝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